空清扎新一代的面料 更加的丝滑 更加的垂坠 并且密度性更高 素杆 透气 防静电 垂软非常好 并且非常耐用 不会变形 就是200克左右 还是非常轻盈的 整个衣服穿上以后 没有什么特别的压迫感 虽然密度很高 但是垂坠性和透气性 包括面料的轻薄程度 都非常适合 夏天穿着 版型嘛 版型方面我穿的是M号 略带宽松 稍微偏boxy一点的款型 素杆 防静电 抗菌 消臭 哪怕你几天 夏天的时候嘛 有时候你可能在户外 忘记带换洗的衣服了 有个两三天 它也不会发臭 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功能性的面料 所以的话 这次的领口 因为短袖嘛 相对长袖来说 没有那个肩膀方面 没有那么重 所以领口又做了细微的调整 比长袖在宽松 那么一点点 会更加的舒适 并且领口的弹性很大 你放一个拳头 两个拳头进去 都不会有任何问题 所以袖口在武汉大哥的提议下 我们在袖口方面也做了调整 上身的话 这个垂坠的自然效果会更好 不会像有的衣服 它会质愣起来比较高 不太好看 但是袖口经过了精细化的调整 这个插肩袖 特别能去修饰身材 但是数据一定要做好 这次的领口和我们去做长袖一样 用的都是同样的材质 这样能够保证领口在多次洗涤以后 依旧会非常有形 不会变形 对大家的承诺是一年以内 穿变形了 或者是有任何质量目的 免费给你换新 就是这么有自信 嗨大家 我是谢老板 四月上旬了 天气比较热了 很多地方就是大家反映都有 二十多度三十度了 想要短袖 那这个星期就给大家上 全套的短袖和短裤 首先我们去跟大家去介绍一下 这个星期上新的短袖 空清扎 新一代的面料 更加的丝滑 更加的垂坠 并且密度性更高 素杆 透气 防静电 垂软非常好 并且非常耐用 不会变形 在此基础上给大家做了长袖 反馈非常好 适合四季穿着 那短袖呢 也给大家做了安排 这个短袖甚至可以压缩到 比较小的体积 又给大家去演示 在原来的一个 复古风的基础上 这次给大家去增加了一点 学院风的配色 像素灰的颜色 比较清新一点 学院风 所以我去搭配了一个 宽威的帆布鞋 然后这个是一个炼金灰的颜色 搭配起来既学院 又复古 在此基础上保留了原来的两个配色 一个是五叶蓝配黑色 很深邃的颜色 还有一个是纯黑色 然后每个颜色 我都会给大家上身做一个演示 这是第一个像素灰的颜色 版型嘛 版型方面我穿的是M号 略带宽松 稍微偏boxy一点的款型 这个款型 我个人觉得 永远不会过时的款型 然后接下来会一个颜色 一个颜色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这是一个复古的 炼金灰的一个配色 这个配色既比较弦乐风 又比较复古吧 大家可以看到 上身的款型啊 因为是一个略带宽松的 一个略微boxy一点的款型 所以会把身材修饰得很好 无论高矮胖瘦的朋友 穿起来都非常合适 M号的胸围大概是110吧 但是我胸围是98 但是上身一点违和感都没有 之前的像素灰 我把它去叠一下 叠成一个很小的块 因为它的面料的这个F值啊 就是纱线的密度很高 所以它可以叠成一个很小的块 相比纯面来说 它又素杆又透气又防静电又耐用 因为它是环保PET材质和尼龙材质 结合的一个新型材料 我们去看一下重量 M号 给大家去看一下重量 重量差不多在208克 M号 连上所有的辅料 辅料嘛 就是一个小标 一个洗标 208克 就是200克左右 还是非常轻盈的 整个衣服穿上以后 没有什么特别的压迫感 虽然密度很高 但是垂坠性和透气性 包括面料的轻薄程度 都非常适合夏天穿着 长袖版 就是适合四季 单穿或者打底 都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第三个颜色是五叶蓝 是一个非常经典和复古的配色 这是一个复古的五叶蓝的上身效果 这个在长袖里面也去给大家做了 配一个黑色的袖子 这个面料在零下30度 依旧能保持柔软 并且它速干 防静电 抗菌 消臭 哪怕你几天 夏天的时候嘛 有时候你可能在户外 忘记带换洗的衣服了 有个两三天 它也不会发臭 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功能性的面料 这是第三个颜色 深邃的五叶蓝 最后一个黑色 给大家去演示一下上身效果 这个插肩袖 特别能去修饰身材 但是数据一定要做好 这次的领口和我们去做长袖一样 用的都是同样的材质 这样能够保证领口在多次洗涤以后 依旧会非常有形 不会变形 对大家的承诺是一年以内 穿变形了 或者是有任何质量的 免费给你换新 就是这么有自信 你看领口在自然垂坠的情况下 都会有一点点这个两到三个指吧 三个指的这个负余 所以的话这次的领口 因为短袖嘛 相对长袖来说 没有那个肩膀方面没有那么重 所以领口又做了细微的调整 比长袖在宽松那么一点点 会更加的舒适 并且领口的弹性很大 你放一个拳头两个拳头进去 都不会有任何问题 所以这次都是给大家做了精细化的操作和调整 并且在袖子方面也是 一开始我们打样的时候 袖子两侧的袖子会起来比较多 在为了保证宽松性和舒适性的同时 并且上升效果更好 所以袖口在武汉大哥的提议下 我们在袖口方面也做了调整 上升的话 这个垂坠的自然效果会更好 不会像有的衣服 它会质愣起来比较高 不太好看 但是袖口经过了精细化的调整 最后给大家去看一下平车吧 因为就是浅色嘛 平车会看起来会更加的明显一点 非常干净漂亮的车线 所有的细节走线 都是我们厂比较擅长去做的 服装无论从设计到面料到工艺 都会精益求精给大家做好 这个是给大家带来的 必须买的四个颜色的短袖空心纱 感谢大家观赏